掰掰 在櫻花樹下野餐 浪漫氛圍十足 東京一道櫻花季 就吸引不少民眾 櫻花開滿圍繞著湖水 三四月韓國釜山櫻花也盛開 不少民眾已經開始規劃出國玩 親民聯修黨情 剛好適逢日本韓國的一個櫻花季節 所以有不少的民眾也打算 趁著這個親民的五聯修假期 安排一趟日韓的賞櫻行程 那因此我們現在評估的部分的話 是四月一號有卡所謂五聯修的部分 日本的賞印已經銷售達到九成 翻翻日曆 慶民連假原本就有五天假期 如果四月六號起好休假 等於請二休九 長假加上櫻花季增加出國意願 價格也更吸引人 這次日韓賞印的價格相較於 農曆春節的部分的話 那大概有優惠三成左右 一到日本九州五天四夜來看 春節和慶民旅遊團費相比 三家旅行社都降一萬以上 韓國首爾同樣五天四夜 春節和慶民旅遊團費比起來 一飛網降價七千 可樂更是差兩萬兩千三百元 團費便宜 但業者也坦言民眾偏愛自由行 一般的旅客不太敢說 盡量的一個做群聚的動作 所以盡量都會有自由行的趨勢會比較多 主要是二線城市都還沒有全面開放 所以在這段期間的話 一線城市相談的比較熱門許多 慶民連假想在日韓自由行 賞印的旅客恐怕得先做好功課 以免機票買不到亂了行程